再來看到的還是社會消息 花蓮縣武黨籍議員林元富昨日指控 他的老婆竟然跟花蓮縣吉安分局長吳斯汗大搞曖昧 而且這兩個人偷情竟然還有專用的手機 每天都聊天傳照片 而林元富發現之後呢 他就先暫時保管了這個兩個人偷情的手機 那沒有想到他上個禮拜回家之後呢 想要跟他老婆討抱抱 但是老婆卻突然拿出一把刀 把他左手的動脈給砍斷 讓他大量噴血之後陷入昏迷 所幸是女兒報警之後才讓他救回了移民 而他也說目前已經報案進入司法程序 更怒控說分局長誘拐人齊 你在交朋友的界線你應該要拿捏好 不是嗎 分局長吳斯汗 你天天打電話給我老婆跟我老婆講電話 講到半夜12點 幹什麼啦 有臉沒有臉啦吳斯汗 誘拐人齊 換臉線武黨籍現議員林元富 今日在零會中指出 換臉線吉安分局分局長吳斯汗 與他老婆搞曖昧 不僅有專屬手機 還天天聊天傳照片 他19日回家跟老婆討抱抱 竟被老婆用刀砍傷 噴血三四千CC昏迷 所幸女兒及時報案 請搶救後才撿回一命 並表示已經報案進入司法程序 林元富表示 先前妻子赴上海旅遊 會加他協助收拾行李時 掉出一隻手機 裡面聯絡人居然只有 無形分局長 他還會傳 你可以見面嗎 可以傳生活照嗎 什麼時候可以去走走 讓他大受打擊 氣氛打了 妻子手臂好幾下 卻在之後被傳出 他會加爆妻子的傳言 他指出 事後決定保管妻子 與無形分局長聯繫用的專用機 妻子竟氣到兩天前跟他預約說 這把水果刀太短了 換一把大的 銳利一點的才可以把你殺死 林元富原以為妻子在開玩笑 沒想到妻子竟為了第三者氣到動刀 氣氛表示這樣值得嗎 也怒控無形分局長又拐人氣 對於林元富的指控 這一名無形分局長呢 他就澄清 兩個人只有公務上面的往來 而陳秀玲呢 則是在晚間發聲明表示 自己是遭到家暴才會做出反擊 並且強調自己的手機裡面都有證據 而針對此案 花蓮縣警局表示 初不了解 兩人有非公務聯繫 以及交往密切的情形 後續會審慎調查 若不當交往屬實 將會依規定來懲處 有臉沒有臉啊 又拐人氣 花蓮縣議員林元富昨天生氣的 在縣議會公開指控他的妻子 陳秀玲和吉安警分局長 吳死漢暧昧不清 被指控偷情的兩人忍無可忍 紛紛做出回應 陳秀玲昨天拋出聲明 駁斥林元富的說法 他在臉書表示 自己已經被家暴十幾年了 會砍傷丈夫 使政黨防衛 也從來沒有說過自己的家庭 幸福美滿 隨後又發出聲明說 被林元富扣押的手機裡 有他的不法證據 所以林元富才不敢還給他 同時提到目前此事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而被說介入別人家庭的 吳死漢也不仁了 就在昨天宣布 要對林元富 提告誹謗來自證清白 同時捍衛個人名譽 以及維護警察尊嚴 針對此事 花蓮縣警局指出 有關無分局長 涉及逢擊部分 經過初步了解 有非公務聯繫 及交往密切情形 不過詳細情況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如今大家都各說各話 整件事情的原委 究竟是什麼 只能等日後的調查揭曉了 來看到的是台北市 永新獅子會 日前進行了 新任會長的交接典禮 那麼最人注目的呢 就是畫面中這一名女生 她是新上任的會長 叫做趙毅雲 她竟然才19歲 現在還是一名大學生 台北市永新獅子會 昨日舉辦受政 26週年 第26、27屆會長交接典禮 其中第26屆會長洪學信 交接給第27屆會長趙毅雲 而趙毅雲年僅19歲 目前就讀時間大學智慧服務管理學系 趙毅雲也在社群媒體透露 當會長是因為爸爸之前也是會長 希望我可以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沒有什麼其他原因 我也只是還在念大學的學生 會費是由家裡支出 我本人沒有經濟能力 接著呢回到的話題就是最近 我們大家都在討論的博愛座的爭議問題 那麼今天衛福部的社家署 他就預告要修正這個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的第53條草案 決定將博愛座這個名稱 修正為優先席 並且將優先乘坐博愛座的對象 從勞弱婦孺修正為其他需要者 衛福部社家署今天預告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 第53條草案 內容說明為了回應 近日博愛座爭議事件 落實該座位設置原油 因應需求族群日漸增加 並應優先禮讓給有需要者乘坐精神 共同促進平能友善大眾運輸服務的環境 所以參考了英國法國以及日本的做法 將博愛座修正為優先席 並將優先乘坐對象之 老弱婦孺修正為其他實際需要者 為及早施行 縮短公告期間為7天 接著讓您看到的是 前陣子有一位女大生 她到壽司郎用餐的時候 把自己的寵物手工 放到了這個醬料碟上面 然後PO上網 那麼這個事情曝光之後 她就受到了撻罰 雖然這個女大生 她事後已經向業者道歉了 但是壽司郎就認為行為還是有錯 將會提起民事訴訟 壽司郎27日再發聲明 將寵物手工放在醬料碟的消費者 已經向公司致歉 然而該行為有錯 公司將會提起民事訴訟 目的在於強調食品安全 以及用餐環境規範 配合的重要性 盡情各位消費者理解以及配合 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圓滿落幕 再來看到我們ETtoday的獨家新聞 有一名陳信計程車司機呢 他今年2月的時候 在新北市汐止區 載了一名林姓男乘客 那麼一路開往內湖 但是林姓男乘客呢 他因為喝的太醉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出正確的地址 就沒有辦法聽錯的跟司機說他要去哪裡 那麼司機就認為說 這個林姓男子他喝酒之後 可能會出現蓄意攻擊的行為 因此他竟然就把這個林姓男子給拖下車 就丟在車道上面 這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對而且我看他好像是放在快車道上面 對真的很危險 他就放在這個車道上 然後他就開車開走了 那麼直到路人發現之後才報警 那麼司機也被依法送辦 陳姓計程車運將在新北市汐止區搭載林姓乘客 前往至北市內湖區時 林男喝得醉熏心 言語不清 無法表達實際居住處所 運將認為對方酒後有虛擬攻擊的行為 將人拉下車後丟在車輛往來的單向三線道上 被丟在車道上的林男 起初坐在地上 但沒多久便失去了力氣 倒在地上無法自行站立 陳男見狀也不予理會 直接駕車離去 直到路人發現報警 陳男被依法送辦 士林地檢署增結 依遺棄罪予以還起訴 接著看到台北市萬華 在24日上午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當時有一輛水泥浴瓣車 它右轉的時候撞倒了 一名73歲的陳姓婦人 導致這名婦人 她是重傷被壓在輪下面 送醫之後傷重不治身亡 而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這名婦人她的家 其實是住在三重的 她當天本來是想要到龍山寺來拜拜 但是因為搭錯車在西門町下車 那沿路問路人應該要如何走 沒有想到途中卻遭遇死結 台北市萬華區勘定路內江街口 24日上午10點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陳姓婦人跨越人行道要過馬路 61歲王姓男子駕駛水泥浴瓣車 從內江街右轉勘定路 疑似因失見直角 還男完全沒看到婦人正準備穿越馬路 車頭碰撞婦人後被壓在水泥浴瓣車輪下 導致陳婦單產手腳泉水 血肉模糊 送醫後三重不治 警方對王姓司機進行酒測 測出酒測值0.11 全案1過失致死罪 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根據中時新聞網報導 案發後 警方只是無法確認死者的身份 直到隔天子女找不到母親 向警方通報失蹤 比對釐清才確定死者身份 警方也調查發現 陳婦家住在三重 本來要搭公車去龍山四拜拜 但搭錯車在西門町下 因此沿路問路人如何走 整料途中卻遭遇到這場死劫